画面上是七堵火车站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罗明才招委 与李贵明委员一行人 来到基隆进行考察 市长谢果良也率领秘书长方定安 都发处长谢孝坤 跟纵发处长林立禅 欢迎财政委员会的到访 这一次的焦点就是台铁七堵站旁的国有地 市长谢果良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合作 促进这个国有地的开发 带动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最近也在跟秘书长一起研究 基隆市自己的一个容积移转 因为这个是火车站隔壁 所以只要给市政府更多的经费 市政府都可以提供更多的容积 因为政府需要 基隆市政府需要钱盖捷运 最近盖捷运比较缺钱 所以我们会在一定的期间内 跟秘书长跟处长也研究 基隆市自己的一个适当的 一个容积移转 那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今天的这个位置 希望未来能透过车站 然后有像南港车站也是 就是车站出来 周边有一些商办的大楼的开发 那整个带动 那包含这边目前有阳明海运的大楼 那附近有一些更新案正在带动 那也感谢中央有支持 在这个地方有规划一些社会驻扎 那未来也会引进一些领新的 那包含捷运站 未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一些领核开发 这总体看起来 TOD的开发其实是对民众 对政府 对台铁都有帮助 这个趁这个机会 跟各位说明 台铁的立场是很希望 也很乐意来跟地方政府做合作 那看地方政府有什么想法 虽然我是在新店 但是很多人在聊到基隆的时候 心里就是觉得 哇这个恨铁不成钢 为什么基隆能不能大步的进步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基隆 有机会纳入北北基桃源的一环 还给基隆的一个公道 然后我们结合我们所有的这个 中央的这个立法委员民意代表 我们共同一起来 让我们共同为基隆尽一份心力 我们让年轻人回基隆 我们也让基隆的建设 能够更加的这个繁荣 另外谢国梁市长也提出 基隆各区还有很多 国有财产署的闲置空地 希望也能尽速提供地方上妥善利用 散落在各社区各里林的 这些国有空间 尽量能够打开 一方面能够整洁 一方面能够提供给未来的社区 跟停车的使用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罗民财招委 也请国有财产署全力协助基隆 现场并请中央与地方的窗口 互加社群群组 以便后续追踪进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整个小时的体制 一部分不明显 并份习有任何调协助 斥的 突然 并份乱